现在都是高学历的正妹了 由台大师大高材生组成的女子团体 他们是以发行裸式3D写真书 当作噱头涌床演艺圈 成员当中台大的何熙他就爆料说 其实台大的校园真的很开放 男生常常带女生回宿舍 而且早上起床可以看到女生站一整排 就在男宿舍里刷牙这样的情形 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有五位平均24岁身材火辣的女生组成的团体ZERO 要以发行写真集的方式拥闯演艺圈 成员当中不乏台大师大毕业的高材生 其中毕业于台大的何熙 在上节目受访时爆料 台大的男生宿舍常有女生过夜住宿的情形 男生出来然后洗个脸 然后旁边就是怎么会有一个女孩子 就是穿着就是稍微比较轻松的衣服 然后在旁边刷牙这样 记者实地走访台大的男生宿舍 确实发现有女生穿梭其中 不过何熙爆料的早晨 会有女生从房间走出来到盥洗室梳洗 倒是没有见着 对于女生过夜 台大的男学生表示 其实情况并不多见 就算有也很正常 是有看过啦 对 是没有说很多就对了 在男生宿舍难免会有这种情形嘛 因为大家毕竟年轻 然后男女朋友分开总是不太舒服这样 虽然台大严禁女生留宿 但学生多平常心看待 女子团体即将出道 现在爆料此事 难免让人联想有炒作新闻的嫌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